第五题,如右图所示,如果甲的体重是60公斤重,乙的体重是30公斤重,且两人沿水平方向各式F的力互推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A,在互推的过程中,甲与乙所受的推力大小相同,这个是对的。 甲推与乙推甲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,作用力跟反作用两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。 所以,选项A说,甲与乙所受的推力大小相同是对的。 选项B,若摩擦力可忽略,则在互推的过程中,甲与乙里所获得的加速度比2比1,这个是错的。 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会等于MMA,在我们的受力相同的情况之下,我们的质量跟加速度成的是反比。 那么甲的质量60公斤,乙的质量是30公斤,他们的质量比是2比1。 所以,加速度比就是1比2。 那么,选项B说是2比1是错的。 选项C,甲与乙分开之后受力扔完为F,这个也是错的。 甲与乙分开之后就没有再互推,彼此不再作用,就没有再施力了。 所以,受力会变成0。 所以呢,选项C呢是错的。 选项猪,甲与乙分开之后速度比为1比1,这个也是错的。 因为我们的加速度呢是1比2,那么经过了相同的时间之后,它的速度比就会跟我们的加速度比呢是一样的,也就是1比2。 所以,选项猪说是1比1也是错的。 因此,第5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在互推的过程中,甲与乙所受的推力大小相同。